一次神秘诡异的天象如何引发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在中国古代 某些特殊甚至神秘诡异的天文现象 往往会成为某些政治事件发生的诱因 比如中国唐朝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玄武门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 就是金星 唐朝称之为太白 的一次特殊天文现象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丁四日 六百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于天空正南方的五位 按照古人的看法 这是变天的象征 是爆发革命或当权者更迭的前兆 代表要发生大事了 适逢突厥预设社带领数万骑兵 驻扎在黄河以南 突入长城边塞包围乌城 太子李建成便推荐其王李元吉 代替秦王李世民 都督各路军马北征 以抵抗突厥入侵 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 命令元吉都帅又五位大将军李毅 天际将军张锦等人援救巫城 李元吉乘即请求让玉池公 程之杰 段之璇 以及秦王府又三统军秦琼等人 与自己一同前往 检阅并挑选秦王帐下精锐的兵士 以增强自己军队的实力 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帅更成职位的王志 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 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 他悄悄告诉李世民 太子对秦王说 现在 你已经得到秦王骁勇的将领 和精锐的士兵 拥有兵马数万之多了 我与秦王在昆明池为你践行 让勇士在帐墓里将秦王杀死 上奏父皇时 就说他报病身亡 父皇应该不会不相信 我自当让人禁言 逼父皇将国家大事交给我处理 玉池公等人已经落到了你的手中 应该将他们悉数坑杀 谁敢不服 李世民将王姓官员的话 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 长孙无忌等人 劝李世民先发之人 李世民叹息道 骨肉相残 是古往今来的大罪恶 我当然知道 或是即将来临 但我打算 在或是发生以后 再举意讨伐他们 这不也是可以的吗 玉池公说 作为人之常情 有谁能够舍得去死 现在大家誓死 侍奉大王 这是上天所受 或是马上就要发生 大王却仍旧神态自若 毫不担忧 即使大王把自己看清 又怎么对得起宗庙设计呢 如果大王不肯采用我的主张 我就准备逃生荒野草则 不能留在大王身边 拱手任人宰割 张孙无忌说 如果大王不肯听从玉池公的主张 事情肯定要失败了 玉池公等人肯定不会再追随大王 我也应当跟着他们离开大王 不能够再侍奉大王了 黎世民说 我讲的意见也不能完全放弃 民工再记忆一下吧 玉池公说 如今大王处理事情犹豫不定 这是不明智的 面临危难 不能决断 这是不果敢的 况且 大王平时续养的八百多名勇士 凡是在外面的 现在都已经进入宫中 他们穿好盔甲 手握兵器 启示的形式已经形成 大王怎么能够制止得住呢 被迫反击 李世民征求秦王府幕僚们的意见 大家都说 秦王凶恶乖张 是终究不愿意侍奉自己的兄长的 近来听说护军薛石 曾经对秦王说 大王的名字 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堂字 大王终究是要主宰大堂设计 秦王欢喜地说 只要能够除去秦王 夺取东宫太子之位 就一如反掌了 他与太子谋划作乱还没有成功 就已经有了夺取太子之位的心思 作乱的心思没有满足 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假使这两个人如愿以偿了 恐怕天下就不再归大堂所有 以大王的贤能 捉拿这两个人 就如拾取地上的草芥一般容易 怎么能够为了信守匹夫的节操 而忘了国家设计的大事呢 李世民仍然没有决断 大家又问道 大王认为顺是什么样的人呢 李世民答道 是圣人 大家说 假如顺帝在疏通水井的时候 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在上面填土的毒手 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 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 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的毒手 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 怎么还能够让自己恩泽遍及天下 法度流传后世呢 所以顺帝在遭到父亲用小棒吃打的时候 便忍受了 而在遭到大棍吃打的时候便逃走了 这大概是因为顺帝心里所想的是大事啊 李世民命人算挂一捕吉凶 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锦从外面进来 便将占卜的龟壳夺过来扔在地上 说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 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 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 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了吗 于是便定下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命令长孙无忌 秘密地将房玄龄等人召回 房玄龄等人不答应回秦王府 说道陛下赤叔的旨意 是不允许我们再侍奉大王的 如果我们现在私下去夜见大王 肯定要因此获罪而死 因此我们不敢接受大王的教令 李世民发怒 对御赤公说 房玄龄 杜如慧难道要背叛我吗 他摘下佩刀交给御赤公道 民宫前去查看一下情况 如果他们果真没有回来的意思 可砍下他们头回来见我 御赤公前去 与长孙无忌一起明示房玄龄等人说 大王已经将行动的计划决定下来了 众位民宫应该诉去秦王府中共一大事 我们四个人不能在街道上同行 于是命令房玄龄和杜如慧穿上道士的服装 与长孙无忌一同进入秦王府 御赤公则经由别的道路也来到了秦王府 秦王秘奏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级未日 六百二十六年七月一日 太白金星再次在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五位 傅义秘秘上奏道 金星出现在秦帝的分野上 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 高祖李源将傅义的秘奏给秦王李世民看 于是李世民乘机秘秘秘上奏父皇 告发李建成和李源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 而且说儿臣丝毫没有对不起皇兄和皇帝 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儿臣 这简直就像要替王世冲和窦贱得报仇 如今我快要含冤而死 永远地离开父皇 魂魄归于皇权 如果见到王世冲诸贼实在感到羞耻 李源望着李世民惊讶不已 回答道 明天朕就审问此事 你应该及早前来参见朕 张杰瑜得知了李世民秘奏的大义 急忙告知李建成 李建成于是与李源吉私下谋划 李源吉建议李建成成病不朝 李建成则认为京城防备严密 没有在乎 此时李渊已经将裴继 萧宇 陈淑达 丰德乙 裴菊等人召集前来 准备查验李建成 李源吉淫乱后宫这件事情 政变经过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 六百二十六年七月二日 秦王李世民 率领长孙吴继 御持靖德 房玄陵 杜如慧 宇文士籍 高世连 侯君吉 成之杰 秦书宝 段志玄 曲突通 张世贵等人入朝 并在玄武门埋下扶兵 张杰瑜探知了李世民的谋划 暗中告知李建成 李建成于是与李源吉私下谋划策略 李源吉建议李建成成病不潮 李建成则认为京城防备严密 没有在乎 此时 李源已经将裴继 萧宇 陈淑达 丰德仪 裴局等人召集前来 准备查验李建成 李源吉淫乱后宫这件事情 李建成 李源吉来到灵狐殿 察觉到了变化 立即调转码头 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 李世民跟在后面呼唤他们 李源吉心虚 先张公搭剑射向李世民 但由于心急 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 剑没有射中 李世民搭弓射剑 射杀了李建成 而御池公带领着七十余名骑兵 相继赶到 他身边的将士 用剑射中了李源吉 李源吉跌下马来 可就在此时 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 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 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 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 一时爬不起来 李源吉迅速赶到夺过功来 准备勒死李世民 就在这时 御池公跃马奔来 大声嚇住了他 李源吉赶紧放开李世民 想快步跑入武德殿 寻求李源庇护 但御池公迅速追上 射杀了李源吉 太子李建成的部下 东宫一位车骑将军冯丽 得知李建成被杀 叹息道 难道能够在太子生前蒙受恩惠 而太子一死便逃避霍南吗 于是 他与副护军薛万彻 屈指府左车骑谢书芳 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锐兵马两千人 及时赶到玄武门 准备为太子和齐王报仇 危急时刻 张公瑾必立过人 他独自关闭了大门挡住冯丽等人 冯丽等人无法进入 东宫与党冯丽 谢书芳率兵范玄武门 而守卫玄武门的将领 云辉将军靖军红挺身出战 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着 向敌阵冲去 被东宫将领冯丽所杀害 全部战死 把守玄武门的士兵 与东宫薛万彻等人奋力交战 战争持续了很久 薛万彻雷鼓呐喊 准备进攻秦王府 这时 玉池公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 给薛万彻等人看 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顿失战心 迅速溃散 薛万彻与骑兵数十人则 逃入中南山中 冯丽则丢掉兵器 落荒而逃 政变发生时 李元正在宫内的海池上划船 李世民让玉池公入宫担任警卫 玉池公身披铠甲 手握长鱼 净直来到李元所在的船上 李元大惊 问道 今日作乱的人是谁 爱卿到此做什么 玉池公回答道 秦王因为太子和齐王作乱 起兵诛杀了他们 秦王殿下担心惊动陛下 故派臣担任警卫 李元对裴继等人说 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 政变结果 李建成的儿子 安禄王李承道 河东王李承德 吴安王李承讯 汝南王李承明 巨禄王李承邑 李元吉的儿子 梁骏王李承邑 于阳王李承鸾 浦安王李承蒋 江夏王李承邑 易阳王李承渡等人均扶诛 并除踪迹 武德九年 六百二十六年七月五日 李元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 武德九年 六百二十六年九月四日 李元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 李世民在京石长安的 东宫显德殿及皇帝位